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周四开始为到达的国际旅客进行新冠病毒测试 这项计划为期一个月并数资源性质以了解隔离措施的效果 安省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与加拿大航空公司以及多伦多地区机场管理局合作 研究不同的隔离机对回国旅客的效果 根据加拿大航空公司发布的新闻稿 从周四开始 麦克马斯特健康实验室研究人员将邀请抵达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的国际旅客 参加自愿新冠病毒检测 研究人员表示 这项为期一个月的研究是同类项目中规模最大的 通过调查将获得在联邦政府规定的14天检疫隔离期内 对病毒测试呈阳性的国际旅客数量和百分比 MHL行政总裁吉尔默在新闻稿中说 我们的研究将提供数据以帮助确定基于机场的COVID-19检测计划是否可行 自我收集COVID-19测试是否有效 并探索有关国际旅行者14天隔离期的选项 研究人员还表示 这项研究将对政府控制病毒传播以及制定新的政策提供参考 该研究的资源参与者将在离开机场之前进行COVID-19测试 并将提供另外两个测试盒 用于抵达后的第7天和第14天自行采集样本 这些样本经过病毒测试后 初步结果将在48小时内以电子方式通知当事人 此外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的数据指出 由2月4号至8月24号期间 有370班国内航班及600班国际航班 再有至少一名新冠患者 该970班航班中 最后一班再有新冠患者的 是由爱明顿飞抵多伦多的航班 联邦交通部长加诺表示 政府正采取非常认真及分层次的方法 以最大程度减低乘客携带病毒的风险 这些措施就是包括向国际旅客提出筛查问题 量体温及规定乘坐飞机时需戴上口罩 感谢观看